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曾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原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 禅宗不具 什么形式 多种多样 作为当今禅宗研究领域的泰斗 他撰写的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系统并详实地阐述了 禅文化在中国发展脉络 参与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戏《宗教卷》 或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颁发的 《东洋哲学学术奖》 不知生言之死 你先把生做的是价值来 杨曾文一手开启了中国与日本 在禅文化领域的交流与探索 对于中日佛教学术的交流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曾文先生 见信如物 快节奏时代 不少人都期待重遇古典与传统 去体验一场风雅与诗意 其实这些贴近生活的美学体验背后 是合静清济的禅意智慧 原本脱胎于古印度的禅学 如今却在中华大地 枝条兼顾 落英缤纷 但是在众说纷纭的物化行为背后 什么才是禅真正而准确的表达呢 多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 有幸与您相识 我期待与您的再次相见 在您的指引下 走进禅的前世今生 杨老师今年是八十岁 他的身体状况现在没有那么充沛 八十岁了吧 身体不太好 我现在没得经历 我再做话 听力也没有那么清楚 什么 这是什么乳气 我先来 我 我看一下 我 杨老师也是很有个人特点 我讲的东西不要夸大我 因为我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 你们照完了吗 照这个 要照我的著作吧 哈哈哈哈 这个是杨老师 那咱们就下车 这个小区 恐怕是北京知识含量最高的小区了 这里的买菜的老太太老头 都可能是院士是教授 现在这顿小扣铁门揪不开 哎 来了 杨老师 你好你好 我是王小辉 我知道知道 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还满满活活的 这大学者的家 你看我一进来 我想象的你的家 应该是 诗 茶 盆景 但我一看你这全是书和盆盆盆盆的 你这不像这个有蝉艺的生活 我是搞研究的嘛 你搞研究的 你看 苏哲年谱 二成级 二成级 苏氏年谱 我看就都包皮了 板了不去看 都是诗级 苏东坡的诗级 黄山谷的 泉泥 黄青烟 这我都看过 杨家的文局 我主编 这是我写的序 我都做了一些研究 炼制的小书房 都满了 这我经常写字的地方 用废报纸 在这儿写 我看了也写的信了 是吧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来和你学习学习 来跟你聊一聊 是什么动力 让你去研究佛教 研究禅宗呢 因为我老师说 其实我的数学 数理化很好 但是爱好 受家庭影响 喜欢文史 大学四点级开始 哲学系 有个中国哲学史 我们历史系开始选修 我那儿一直学了一年半 那么在我毕业前期 那会儿中央宣传部 有一个文件 要加强世界研究 所以你就被找去了 当时筹备阶段 就把我放到世界中央研究所 我是第一批成员 既有这个历史的机缘 还有你的个人努力 才成就了今天的杨老师 人的命运 命运 跟国家命运在一起 杨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既是我的一个困惑 也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 生活中我们觉得 什么是禅 什么是禅意呢 禅的本性的来源 就是外道 何为外道 因为最早佛教创立以前 在印度是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对 婆罗门教有修行 其中有一个叫修苦行 睡刺床 晒太阳 少吃饭 不喝水 折磨身体 折磨身体 那么有的也打坐 就是禅 释迦牟尼佛出家六年 千许学苦行 学会了坐禅 这个禅 跟佛教没什么关系 因为禅的核心 要思考问题 那么它外道思考的内容 跟佛教思考的内容 不一样 杨老师 为什么它有了禅 这种修行方式 最后它转化成一种文化 但是我要起到这 这是怎么一个脉络 佛教传到中国 佛教有三学 戒定慧 戒律 那就是要受戒 定就是禅定 亲 一个地方 集中经历思维 就是禅 慧就是理论 有的戒 保重出家人的清静 有了定 才能进入思考 佛教义理 然后有了理论 禅宗的特色 用禅为僧 以禅 作为它的宗的一个名称 以禅为宗 但是咱有发展 不是传统的禅 传统的禅是要求打坐 禅宗没有废出 然而禅宗认为不够 它叫定慧不二 禅定跟智慧不二的 既然会不守常处的限制 那么你禅定干嘛非要坐下来不可 你非要找安全地方 所以把禅的范围扩大了 走向生活了 走向生活 以后禅老百姓们解释了 特别的比施代夫解释 你看像苏东坡 白居易 王为这些人 这就是施代夫 他们推动了禅和禅文化 向老百姓之间的这种传播 特别俗事 一生坎坷三次被贬官 每次到哪 最关心他有两种人 一个是禅宗的禅师 和尚 一个是道士 还有的禅师 千里迢迢派人去 托他写杯 到哪去 他都是稍微思念的上课 你像在困顿坎坷中的苏东坡 能够得到禅宗的这么多的法师 大师对他的这种认可支持 这个时候也给他 继续去奋斗下去这个力量 一个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安慰 为什么他们对禅宗有兴趣 第一个就是认为 这是自信 武家讲性善 佛教讲性敬 清敬 还有追求自然 因为禅宗的好多语句 你比如说 持续见性 自称佛道 自称佛道 有兴趣的语句 语句当中可以发挥的 想象的空间很大 这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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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去研究去感悟 应该体会到他宁静但远的一面 同时也应该能够体会他这种积极向上的一面 还有一个咱们讲生死观 那么作为一个研究佛教的学者 你的生死观是什么 像我这个岁数 我老跟别人说 我说你现在见着我 过两天见不到我 那是很正常的 我已经长寿了 应用八十岁了 是不是 你还要怎么样呢 所以对于生死 不止生 延止死 以前做的 把生做的价值来 在家庭上 在社会上 用多数供权 你这样的话 把死看得很自然 该死就死 杨老师看得很通透 活着的时候 多做善事 多做正能量的事情 至于其他 就由他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达官的一路 这个人生观和生死观 大一同者 天地通道 国家繁盛 四海生平 好 随便写几个字 好 这就当锻炼身体了 这就是气功 写字都是一口气 写字不能呼吸乱想 也是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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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上看不出来 杨老师的生活 有多少蝉意 从这个忙忙碌碌的 一个老头 然后呢 就是在那儿 埋头读书 但是杨老师 自己讲了一句话 生活中处处都是蝉 行走 坐立 都是无处 不体现出蝉意 其实老人家呢 这一生 他不断地进取 不断地做学问 给人以正能量 给人以这种善良 和蔼 这种感觉 实际上 就是他生活中蝉意的 最佳体现了 通过与杨老师的交谈 让我对蝉的定义 逐渐清洗起来 心安定在一个地方 集中尽力思维 就是蝉 而以苏东坡位代表的 士大夫阶层 则直接推动了蝉 和蝉宗文化 向老百姓的传播 蝉成为大众的 一种修行的方式 蝉宗不具 什么形式 什么 多种多样 写字也是读到 画画也是读到 所以这个 把整个的蝉的范图扩大了 而令我感到困惑的是 在如今这个 飞速变化的时代中 蝉究竟凭借着 怎样的魔力 演变成为大众 一种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蝉在今天 又有没有被大众所曲解 蝉最真实的物化行为背后 究竟传递一种 怎样的价值取向呢 在蝉文化的研究领域 魏道如先生是杨曾文老师 最以以为荣的弟子 他所主编的 《世界佛教图史》 或《第四届国家出版政府图书奖》 蝉在当下的社会中 发生种种演变物像 魏道如先生会给出 有怎样的精准的注解呢 来 严谨 慢一点啊 很清静的一个小院子 来 尝一尝 怎么样 挺好 现在年轻人有个流行的词汇 你听说过佛系这个词吗 佛系 佛系 我知道这个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些年轻人自称是佛系青年 或者人们把它叫做佛系青年 具体我问了一下 就是对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无所谓 你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 你不同意这个观点 你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个佛系 这个要跟禅来讲 它可是有区别的 嗯 它这个禅呢 主张的是什么呢 是自信 是要热爱生活 是要关心他人 不但对自己不能无所谓 对他人更不能无所谓 它是积极的 不是消极的 它是进取的 不是颓废的 它是热心肠的 不是冷漠的 不是冷漠的 禅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士大夫 影响了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啊 嗯 但是呢 它不仅如此 还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这个禅呢 最早并不是士大夫的专利品 禅的这个思想的普及 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各个方面 不为某一个阶层所独有 嗯 士大夫有士大夫的这个禅义 对 这个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禅义 这个特点呢 使得很多的这个外国的东亚呀 其他的国家啊 都来中国学习 日本的抹茶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以为这个抹茶点心啊 甚至抹茶都是日本的 其实咱们中国隋唐时期就有了 而是这种日本的留学生 从中国学去传回到日本的 对 好多东西啊就是这个样子 是中国的创造 嗯 后来以为呀是外来的 就是说这个素食吧 嗯 好多人呢都认为呀 这个素食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 实际上是不对的 嗯 没有这个素食这个讲究 嗯 因为当时的信徒啊 他是七食到各家各户去要饭 给什么吃什么 哦 给昏的吃昏的 给素的吃素的 嗯 佛教传到中国来好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只有到了这个梁武帝的时候 嗯 才倡导出家的人呐 信佛教的人呐 吃素食 嗯 素食在佛教没来以前 在中国社会也有 嗯 把这作为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 嗯 好多是中国人的创造 而不是柏来品 禅作为一种修行方式 在不经意之间 渗透到百姓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 影响着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憧憬与追寻 这让我不禁好奇 禅文化在经由印度传入中国之后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才能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 并最终呈现出人性的光滑 魏老师你看禅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对 它是怎么演化成禅宗 又怎么演化成禅宗文化 然后又怎么走进咱们的寻常百姓家 这个禅呢 原来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 这个禅也就同时就传过来了 然后在南北朝的时候啊 从南印度来了一位大和尚 就叫菩提达摩 他就一直往北走 走到现在这个河南松山这个地方 在那招收了土地 他的土地啊 就把他的这个禅法传下来 经过慧可 增灿 道姓 红人的发展 就形成了宗派叫禅宗 到第六代叫慧能 他的学生编成了一部书 就叫六祖谈经 这就算禅宗的基本理论就形成了 禅宗形成以后 他被神化了 所以这个禅宗的所有的这个创新 创造都被呀 归并在菩提达摩的身下 达摩的名下 他的思想对后代的禅宗是有影响的 所以后代人把它追认为出祖 追认为出祖 追认为出祖 并不是他在世的时候就说 我要创造一个宗派叫禅宗 我是祖师 不是 本人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禅宗里面它有很多观念 跟咱们中国的这个道教啊 和咱们的这个这个是儒教啊 它有很多很接近的地方 是这样 就是佛教到中国来呀 是要跟中国的文化融合在一块的 而我们中华文化的底色是儒家 底色是儒家 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生存呢 它必须吸收儒家的东西 比如我讲一个故事 在宋代的时候 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禅师 叫大慧宗稿 它提出一个什么命题呢 提出菩提心就是忠义之心 就是儒家中的这个核心的概念 就吸收在它的思想里头来了 第二个故事 在北宋的时候啊 有一个禅师很有名 叫契松 他说孝在戒先 什么意思呢 孝在戒先 就是儒家讲的这个孝啊 是比佛家讲的那个戒律更重要 中孝是儒家的核心的概念 而禅宗都把它们吸收进来了 这样一来呀 佛教就真正地打上了中国的老义 禅与儒家思想的结合 打开了禅走进大众的思想屏障 禅宗的思想也开始深深地 影响着中国师大夫皆从的思想追求 当时宋代的时候啊 有个和尚叫辉弘 他就评价这个苏东坡 他说东坡居史 游戏汉墨 做大佛事 如春行荣 骚世万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苏东坡呀 他写的诗 他做的话 是在做功德事情 他做的功德事情啊 就好像春天带来一片生机一样 是把真善美传到人间 他是这么形容 师大夫们喜欢产 就是为了提升个人的精神修养 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 你比如说 身在朝堂 心在山野 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虽然在那做高官 但是他也不忘山无 他就是有一种啊 隐退的精神准备在里头 等于是这么的样子 再一个跟道家的结合 因为佛教和道家 本来他们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佛教追求的是超脱生死门回 但是道家呢 追求的是长寿 语化生天 他们练这个气功 练这个身体 练担 练担内担外担 实际上啊 这些个道家的这个修行 最后都被禅宗所吸收了 有一个现象啊 很有意思 就是你在看宋代以后 的这个禅宗的语录 和道士写的这个书的时候 你都分不清哪个是道教的 哪个是佛教的 因为他们互相吸收 互相吸收 融为一体 融为一体 你比如禅和茶的结合 禅呢 是让人自信 让人呢热爱生活 让人呢 在平常中 见到不平常 人们饮茶 嗯 喝茶 要体现出它的精神境界来 生活呀 就像一碗茶 它没有酒那样的浓烈 嗯 但是它也不像白水那样的无味 生活本身就是闲湿自然 生活本身就是闲湿自然 世界各地 嗯 流水不符 宁静致远 中华文化 不只是 产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 也是我们中华文化 和其他优秀文化 互相借鉴 互相交流 产生的新文化 我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也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中华文化 既注重文化的起源 更注重文化的传播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 我们的自信 是在骨子里的 四世故人来 下周二晚二十一点二十 聆听敦煌女儿梵锦诗的五回青春 一起走进墨高窟的千年时光 Dise débute 面想登陆 傻优独播 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